近日,针对西方反华势力污蔑干涉新疆事务,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。 新疆少数民族学者以自己的成长和受教育经历现身说法证实, 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选拔和培养。 其中,有学者用维吾尔族一句谚语,任凭狗儿叫,误不了骆驼走大道,告诫某些反华势力, 不要为了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,诋毁新疆形象。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、历史学博士马赫木提·阿卜都外利, 出生在昆仑山脚下一个偏僻的小县城。 大学毕业后的马赫木提·阿卜都外利,一在工作中表现优异, 被国家选派到加拿大一所高校交流学习。 马赫木提·阿卜都外利,经常因工作的原因,前往新疆南疆调研考察。 他告诉记者,他看到了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小小的一个村里面,有那个美容没发电呀,好几个美容没发电, 然后感谢电呀什么的,以前从来就没有有过。 这表明人民群众的那个幸福生活的需求,生活生活的那个向往。 农村的基础设施也很好。 马赫木提·阿卜都外利还告诉记者,自己并不是孤立。 在中国各个地方,有成千上万国家培养出来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。 美国《涉疆法案》对新疆稳定发展局面无端指责和肆意抹黑。 作为一名维吾尔族学者,他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。 现在维吾尔族学会确实是有能够大发展的一个阶段, 因为思想解放了,第一个,生活水平提高了,幸福感也提升了。 所以国外说的那个新疆地区那个手术民族的压迫, 这些都是那个磨灰中国的,中国的这种发展, 也是个护士那个我们国家的那个对手术民族的关怀呀, 这些历史事实,他们就不让中国快速发展, 主要目的就是这个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